4月20日,第一十九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进入第二日 本届上海车展上,全球首发、亚洲首秀等新品评线,袭经无数 这场全球顶级的国际车展为各大车企提供了八星过海各显神通的绝佳舞台 大家云集于此,看智能,看未来 而这正顺应了本届上海车展拥抱变化的主题 其中,全球首款三激光雷达量产车 吉胡Alpha S华为HI版的登场可为这场车界盛典中的绝对焦点 据介绍,吉胡Alpha S华为HI版是首款搭载华为鸿蒙OS 以及华为高阶自动驾驶ADS系统的量产车型 智能网联,智能驾驶,智能电动以及智能座舱 在这四方面,华为分别给予了这些车一些支持 比如说,我们在智能驾驶上,我们通过非常多的传感器做一个融合传感 带来了这个高清的摄像头,以及这个我们全新的这个毫米波雷达 以及我们华为的激光雷达 华为的激光雷达也是目前全球首个就是96线的符合车规级的一个商用的雷达 据悉,该车型采用的是三颗华为96线车规级的激光雷达 分别为前激光和侧面两激光,能够在各种出行场景中精准的识别 并获得障碍物的信息,达到华为最高阶自动驾驶水平 是行业首屈一指的高端智能电动汽车 那么在车头可以看到有三个这个激光雷达 它可以覆盖整个车身300度的这么一个视野的一个信息获取 那么这个可以给这个我们自动驾驶非常好的一个支撑 很多厂商呢做的是一些比如说软件层的 包括硬件层的一些智能加持 那么华为在这边是可以做到端到端 从芯片到硬件到这个产品 再到软件平台层,再到服务层等等 都是可以做到一个端到端的这么一个支持的 据介绍,车外还有智能车云 这五个系统,30多个智能化部件 就能够帮助车企造好智能汽车 此外,吉利科技集团携手德国VoloCopter 带来的城市空中飞车Volo2X飞车 在本届上海车展也吸引了不少目光 作为全电动飞行器 Volo2X采用了纯电池动力系统 最大有效载荷为160公斤 可搭乘两名乘客 这款迷你版飞车 未来会将为缓解空中交通压力助力 它也是首次在我国亮相 然后作为新一代的一个空中飞行的出行器 然后它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的车型,车身 比我们普通的载人直升机要迷你很多 然后因为它全重只有290公斤 然后它的飞行时速可以达到100公里每小时 我们主要是针对于城市之间的一个点对点的飞行 然后未来呢 我们也希望它能够为我们城市的空中飞行服务 然后做一个大众的更好体验 来缓解我们的一个空中的交通压力 据悉,本届上海车展共有约1000家企业 超120个汽车品牌以高规格参展 展出面积36万平方米 其中乘用车展馆9个 汽车科技及供应链展馆2个 品牌 便利用车展出面 因此其实有约有期感